这是三国史上有名的典故《望里相迎》 也是关渡之战的关键转折 要说许优为什么转头曹操 这一切还是袁绍自己的过 本来许优意外截获了曹操秘姓 得知了曹操即将断粮的消息 这可把许优高兴坏了 立刻去找袁绍报喜 建议袁绍抓住战机 四十万大军兵分两路 一路在前方阳攻曹操大营 另一路星夜突袭曹操后方的许昌 必能大获全胜 袁绍听后有所易懂 不料旁边的郭图却哈哈大笑 在郭图看来 这又是曹操的奸计 曹操肯定在暗处设好了埋伏 故意引诱袁绍出兵 袁绍也确实被曹操骗惨了 听了郭图的话又陷入犹豫之中 正在此时龙套王报来消息 田锋已经在狱中自尽 同时献上田锋留下的遗书 看到遗书许优顿感不妙 刚要阻止却被郭图拆开 在遗书中 田锋劝告袁绍小心许优 他指出许优和曹操曾是发小 如果袁绍战败 许优必会勾结曹操被主投敌 之前许优诬陷田锋 导致田锋被杀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田锋也不甘示弱 用遗书抹黑许优 袁绍听后勃然大怒 走出营帐后 许优的心情异常沉重 他再次深刻认识到 袁绍并非民主 如果继续待下去 他很有可能不填封后尘 想到此处许优心中已有决定 直接离开袁绍转头曹操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曹操把许优请入帐中 许优询问曹操还剩多少粮草 许优听后感叹自己诚心来头 曹操居然不相信自己 曹操一看没有骗过许优 急忙表示自己只剩十天军粮了 曹梦哥呀曹梦哥 难怪世人都说你是尖熊 看来他们都太低俗了 根本就不了解 我认为你是尖熊之祖 古今无双空前绝后 曹操尴尬一笑 又说自己只剩五天的粮草了 曹操一听大惊失色 他连骗了许优四次 没想到许优居然下了反扎软件 而且还摸清了自己的脑底 许优也并没有因为曹操 欺骗自己而生气 在许优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枭雄 于是许优告诉曹操 自己可以白送曹操百万粮草 而这也正是关渡之战的转折点 我许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